在台中是有民眾社會中在臉書社團 買蜜蜜肉 想不到好像已經過期十年了 台中企業是安廚要丟開企業 那是說買過期十分 上官協當法兩夜 一大堆紅燒的蜜蜜放在鍋裡 煮起來看起來很好吃 但是這塊蜜蜜 二十已經過期十年 台中只為紅燒的民眾 日前跟朋友在網路上面 買三十分的紅燒蜜蜜蜜 煮起來吃那個蜜蜜蜜 甚至看過包裝的表紙 製造日期二分竟然寫到民國一百公里年 買到十年前的肉 怕到不夠繼續吃 煮到煮到蜜蜜蜜就已經通報了 我們現在已經通報了 紅燒推製冠包裝表示 ram 還有沒有其他財產的食品 台中飾安廚控署 若是差中輸失 沒有過期的食品可以自 насколько 開發6萬以上 兩個以下的發環 食品不管是販賣儲存製造 有預期的狀況的話 那按照食安法的規定是 可以儲六萬元以上兩億元以下的罰還 疑似是表示 過期十年的肉類 可能因為牌起 裡面含有金黃色葡萄球菌 下這裡是大腸感菌 輕吃危等發炎 當時有可能引起了百會症 物吃的這些食物 就常見的會是一些急性的胃炎 或是常會到發炎 那如果腐敗的食物 是因為有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 或者是大腸感菌感染的話 就有可能會併發 併發更嚴重的胃圓 最嚴重的話 有可能會造成敗血症 而需要住院治療 要出貨所以他就是貼標籤 就他打得比較快了 所以他才就是 才會漏打了 就是打錯了日期 秋上改歲是標是打不到日期 並沒有過期 台東先生的家是已經全容掛查 後少爺來加強抽減 萬國的食品 保重民眾食品安全 記者台東報導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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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